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诊所杨志贤院长 主持人袁静好 听众朋友大家恭喜新年好 是院长新年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大家是新年要过了 年假假期好像差不多就是到尾声了 应该蛮多人其实前几天就开工了 现在要开工的话 其实应该是属于是正向的比较多 当然有的人就是说 价放的还不够还在放假 因每个人的状况而不一样 主要的开工有三种的类型 第一个是说提前开工 第二个是现在开工 然后一个是延后开工 但是共同点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面对是所谓的新的一年 做好一些开工的一个就是努力 跟因为你敢休息 敢玩 你也敢练书 敢工作 敢做好事情 是 院长之前就有分享到啊 新的一年通常都会在可能大年初一 立定一些新的目标或者是为自己带一些新的思维进来吗 对 对我自己就觉得最近就是可能疫情这几年会转换一种不同的思维 觉得其实能够平安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那很快乐啦因为那个工作的话就比较不会老化嘛 就就年纪如果大了以后能够工作或是有一个责任在 比如说你去当义工那有一个责任在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啦 那最好能够不是只有义工啊 假如能够当义工还有个领个钱 比如说你这个义工本来 不要说完全免费因为你要有交通嘛 那可能你本来这个位置可能要五万块 那你如果领个五千块也不错 是但是像有一些人其实他也会甚至运用他的第二专长 就是不管是他是退休后之后再用他的专长再去做第二事业 哦这个好了 这个天残变哦不见得是美丽天残变啊 是工作职场天残变啊 因为你真的高手哦 高手你转换的话 我们来个天残变是有需要的 那开工我们都有一点拜拜的那个仪式的比例应该很高 很多员工都很喜欢那个开工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有的老板会花红包两百块 那第二个有的公司那开工日都买很多产品 然后呢会分享 所以很多餐饮那开工日拜拜的人 哇都赚到一些小东西那看起来是很快的 那个气氛很快的 那第三个是公司要恢复作战能力 公司开始要营运很多人都觉得很快乐 因为有安全感 是甚至第一天讨个好彩头那个感觉就非常好了 对啦那个好彩头不到比红包小很多 但是那个还是一个小的好彩头也是不错 是所以像开工第一天啊 院长自己有没有什么开工的习惯呢 一个第一个是要先让工作同感大家一起先收心 因为大家这种快乐之宇去开始进入恢复工作的话 我们先来一个是先花红包两百块 但是先有个红包那你一定会开始注意到说有拿跟没有拿嘛 那你你会觉得很第一天来上班第二天来上班 这时间不一定不一样 但结果是你只要来开工 就是有个小红包这样 小红包 好就收心嘛 那收心这个是花红包两百块比健康超还好 比那有点说收心啊健康超 没有啦先花两百块先高薪一下那种气氛 还有第一天尽量不开会 因为很多都是周一所谓Monday Blue 周一症候群再加上年假开工 我相信这一天大家需要一些时间适应 刚开工的时候就不要开会 如果要开会你只有把几个那种关键性的研发人员来开会 因为研发人员没有时间压力 因为研发经常要研发东西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必须讲一个故事啦 这当然是启发是这样的 大陆跟美国两个正在作战 是做什么作战科技作战 那经济作战科技作战全世界都在战 全世界都在战 那不管是军事的战经济的战 文化的作战或政治作战都在战 好那你要习惯你作战这没办法的 那我要讲的是华为这个公司是被美国一直咬着他不放 那华为厉害的地方是他们的5G4G3G2G2G3G4G都是同一个工程师引发出来的 那工程师从俄国来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的时候在那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天才 后面到底是不是儿童不一定但是是天才 后来华为就是发现说我们的工程师这么厉害都是年纪轻的人 然后呢他干脆在全世界争了20个工程师 好像到后来增到27个的样子 然后呢给高薰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是给大家做一个教育 这个银化认识太厉害了 他银化出的那种关键性 好像是在电动车的某一个 某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银化发明 发明了之后呢他要离职 他已经不在意你一年几百万的薪水了 几百万台币的薪水 甚至那种八九百万薪水 他已经看不惯了 他要离职 所以媒体在报道他的时候只有两个情形 第一个他很有成就他很厉害 他果真是天才 那第二个是他要离开的话 那公司的他认为说他的权力被公司拿走 权力被公司拿走对他来讲是不公平 当然这个地方的重点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你是天才 你老早就应该要离开一个公司 不要利用公司的资源 第二个如果你是公司 你老早就要把那个注解 他的这个权利你领薪水中间的权利是谁的 对你不要利用公司的资源以后 又要拿走资源然后自我之间抱怨 那当然如果天才来讲应该要选择后面的 公司的资源你就给公司的 然后你厉害的话那有一天你要再研发 你就再研发就好了嘛 你既然可以研发一你就有研发能力的二 这一点我想是给企业跟个人来讲是一个公平的一个 说法啦对因为我本身就很会把那个东西转成一个 设计转成一个什么 一个研究 然后转成一个成功 那我们用这种心态我又是老板 那我用心态来鼓励这些员工 你必须要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你不要纳成你自己的 因为你领薪水嘛 那将心比心 我们如果是老板我们希望能够你的研发 我们可以接受可以奖励 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天才你厉害那你就自己出去 你不要老早利用公司的资源 然后都应用公司的各种资源 然后最后研发以后说那是我的 法律上告诉你是公司的就公司的 是所以在职场上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 不管你是做职员的角色或者是工作 老板的角色其实都会有不同需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互相合作是最好的 所以我结论是如果这个人他的成就 比如说他的薪水可以跳升三倍 然后跟公司的高阶主管 然后也是研发部的部长 然后呢你公司又利用你的东西你再度研发 要不然这个公司如果有一天他的状况研发出来 别人做得更好你还不是吃杯 因为你养不起你未来的公司 是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在这个职场过程当中 大家要找到一个合作愉快的平衡点 然后也是保障双方的权益很重要 你讲得很好 开工第一天要怎么合作愉快的院长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经验 就是之前就是有这个前辈都会提点说 开工第一天也不是只有开工第一天 比如说见到同事或者是长官 你要保持一点笑容 大家人互相见面嘛 就是见面三分情加上看你表情很顺眼心情就会愉快 这院长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要是笑笑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天就尽量不要开会 那第一天要花一些小红包 我不要不要说红包 第一天也看一下有东西可以吃 有吃东西就很舒服 然后就要开基本的打造物 然后维持一个正常的开始运作 各种行业都一样 就开始正常的运作 然后避免就是说愁眉苦脸 那衣服最好是穿亮色的 比较快乐 是所以开工第一天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杨志贤院长跟大家分享 准备开工了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是的我们开工的时候表情上不要愁眉苦脸 然后穿亮色的衣服笑笑的连续工作 因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好的那个气氛是很直接重要的 是所以就是员工看老板气氛要好 老板看员工气氛要好 整个公司看顾客气氛也要好 没有错啊 因为机会都是给大家一起合作的人 对那你现在各个行业都是面对挑战 因为疫情之后疫情正在进行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慢慢习惯了 我有一些感觉 这几年来观察有一些电 实体店铺里面 其实那个不成功跟成功都是在于员工 老板也没有注意到员工 或老板也有很多的无奈 我看到那里的饮料店在台湾是 应该是世界最发达的地方吧 台湾的这个这什么饮料店真的很多 有时候一条街好几家竞争很精烈 对台湾的饮料店我看是这样的 串起串落成功的成功 那串落的也是很麻烦 就是说我们一窝蜂式的蛋挞式的去开店 所以你事先要评估就是说 你的房子 你的房租你是否租得起 还有一个是 你为什么有这个房子可以租 为什么叫做为什么有这个房子可以租 房子不就店面都在那边呢 那店面在那边为什么全面的人不住 代表这个房子很有问题 这个房子很有问题 我坐在台北 可以说在全台湾最热门的地方 叫台北车站 那全台湾最热门的地方叫台北车站 这几年台北车站的这种改变 不是碎变 是太多那种所谓的印流的店面 没有人住 那住了之后半年以后又再换人 那这其中还包括因素 疫情是一个关系 那第二个是被员工搞倒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的员工看手机啊 人家隔壁的店没有看手机 你这个店都看手机 无聊看手机不会打造物啊 那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啊 人家7月的都基本上还跟你讲欢迎光临 全家都跟你欢迎光临 回家的时候 全家的时候还跟你讲欢迎光临 你一般那个店都被搞倒原因 就是说你员工看手机 甚至有的老板自己就是员工 员工就见老板 本身就是自己看手机自己把它做掉了 那个基本的服务态度一定要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所以像尤其是现在很多行业啊 不管你是不是服务业 即便你不是服务业 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人的这个服务表情 或者是态度都会影响到 这个人要不要走进你的店里 或者是要不要消费 或甚至要不要跟你合作吗 对啊 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要考虑自己公司体制 是否能够存在啊 公司体制也是很重要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就是说你的服务品项啊 服务品质啊 这些都是要从中去考虑 那我们成为一个员工里面有两大关键的人物 不管在景气不景气里面有两大关键的人物 第一个就M化人员 那M化人员一定要包括老板就是M化人员 因为老板有最深切的这个体位公司的问题的事与吼 那第二个第二个情形是什么 第一线的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销售 当然销售人员跟进场跟企划人员是对冲的啦 或者说你与一些公司他会是销售人员跟业务 业务销售人员跟里面的基本的成员是对冲的 因为销售他的痛苦跟业务的痛苦 跟那个职场里面的这种执行人员的痛苦各自不一样 所以要透过协调跟媒体也一样 媒体跑第一线的人跟媒体在后线作业的人 他的痛苦都各自不一样 是所以其实开工第一天啊 我觉得重点是自己的心情要调试 那整个职场氛围你也要带动一个好的氛围 这样其实才可以带动整个第一天开门大吉 对那现在看起来 零零种种的看这么多 就是说不要一直在看手机 那不要一直看手机他衍生的范围 因为一个是心不在焉嘛 然后走路看手机的气质就没了嘛 谈恋爱的时候不要随便看手机 然后隔壁的就谈恋爱的时候 伴侣就会问你说 你现在手机到底哪里好看的为什么要看手机 你不看我这样吗 对这个是最常见的笑话嘛 还有你看手机的时候那个 还有一个很最现实的头那滴滴 那个向前轻15度 现在以后那个有一颗一定是跟你那个颈部颗有关系 不是骨科哦 是颈科 你说特别着重在脖子相关问题吗 脖子那个向前15度 那个15度的哦 那个一定会有问题 不是只有附健科 附健科里面还有骨科可以分出一个颈科的 专门看颈部手机正后群的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再来就是说五官哦 要变好看 五官要维持好看会是相对比较优势 是哎院长前面有讲到这个有一家店啊倒了之后 就是他你观察到他是因为就是工作心不在焉 或者是员工那些都在滑手机都不理顾客吗 哎还有一个是臭臭的脸啊 有一家店那个生意不会太差哦 然后接手的时候去接被人手的时候老板很认真 因为老板都帅哥美女生小孩都很成功 可是被员工搞倒 我看有主要的因素就是疫情还有一个房租太贵 那另外一个是员工那个重要的员工是一脸臭臭的 从来没有笑容从来没有笑容 就不符合那产品本身又很好有生意还不倒 到后来倒的话发现是员工真的太太差了 那个不会笑笑的那又喜欢抽烟 跑到旁边去抽烟人要知道那家店的老板那家店的员工都在抽烟哦 哎那院长请教一下因为其实我有观察到人啊 就有时候像我自己也有朋友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可是有些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看起来特别的有距离感 或者是他特别的不开心 因为你熟悉的人或朋友的话你没有那个借地 可是对外人来讲末世人觉得他不爽 看起来嘴角垂嘴巴扁扁嘴角垂然后眼皮垂 然后呢那个那个那个样子就看起来是水被躲起来 水水那种感觉啊就感觉有一个距离感 那怎么会亲切怎么会亲切 所以那听起来就是他比较严重的问题到底是因为眼皮 还是是因为他的嘴角呢 那第一名看起来是眼皮 眼皮垂的人那因为那个灵魂之窗我们看那个眼皮眼睛周围哦 这张垂的人通常会是最最弱的眼皮垂 因为你通常你好的你最好的我们一看就领部最好的就眼睛嘛 眼睛最好嘛 但眼睛周围就眼皮垂啊眉毛垂一看起来就垂垂的就是 那个愁眉苦脸的感觉那个是最碎的那个最碎的 最最糟糕 是熊悠尤其是现在戴的口罩可能像院长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些人真的只看得到眼睛了所以眼睛就特别重要是这样吗 眼睛周围你最好的东西被最差的盖住啦 这个点你是真的最好的东西是被最差的盖住 所以你应该调整眼部做四十五度眼部 拉皮 那这个是很值得 这是最最有价值的 那眼睛的表情很多那没有完 其实肉度感觉你打一打 调整一下就好了 或者说做了这个所谓的眼部四十五度以后 开始改变以后呢你可能 眼部四十五度 手术以后呢你就减少抬头纹 做一边就少八成 做两边就少八成这样 然后眉间纹也减少了 然后呢它是一个眼纹杂机 所以你会向上提升 不要有点向下拖垮的感觉 那第二个是嘴边的 因为脸部两大活动中心 一个是眼睛一个是嘴巴 那嘴巴有什么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长虹诊所养殖仙院长 是的大家好 院长我们刚刚聊到啊 眼睛周围最好的东西 不要被最坏的盖住了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最好的东西是眼球 最亮的也就是眼球 那最坏的就是说 我们的眼皮盖到你的眼睛 眼皮盖盖 那就是变成最最略的 这个条件之下 你的优点被带走 是 那有一些人 他其实不一定是眼皮 往下盖的很厉害 但是那个眼周的细纹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烦 就是比如说眼下 那个几条纹路在那边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眼尾 有几条纹路在那边 这种也是不好吗 这个就是说 因为你的眼睛亮嘛 最好的东西嘛 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 那有时候你就要说 容不下那些细纹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啊 因为你的眼睛 是一个眼纹杂技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够把你眼皮 上面松起的地方 下垂的部分 用所谓的45度 画式45度的概念 把他眼皮有一点拿掉 或者提升 你自然就眼睛的附近 周纹就会减少 还有一个是 抬头纹就会减少 每一间文就可能就减少 所以你要告别 显老的第一个概念 我应该说是在最好的眼皮 最好的眼神 不要被最弱的眼皮盖住 来改善你的神韵 那画式45度 他算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 他算是微整形 还是不是微整形呢 原则上我们要改善 这个是可以用弱度感菌 用所谓的免开刀方式 那这个另外一个是 刚刚讲的这个画式的话 有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说 眼部的45度拉皮 跟画式45度的拉皮 画式45度的位置在 法际的这个位置 那他眼睛的地方没有痕跡 然后如果 眼部45度的话 是在眼部松弛的这个位置 调整 那这两个方式都可以 甚至有的人 垂得比较厉害的话 必须应用这两个的联合调话 就是说 他从法际的部分 提他的眉毛 提眼皮 愉悦蚊 然后在眼皮的部分 是改善眼尾的地方 因为眼尾只要一垂 你一定会抬头蚊跟眉间蚊 所以这样的改善的话 应该说是 比较科学的概念 向上提升 挑战地心引力 把松弛的部分拿掉以后 就是眼纹杂肌又变紧实 所以连眼袋的皮肤 细纹的皮肤 都有可能改善很多 所以院长刚刚分享的 第一个方法 就是 发是45度 他算是属于一个 需要开刀的方法 需要开刀 对 那第二个情形是 是免开刀 那免开刀的话 你大概花十分钟 来解决这个困难 那这免开刀的话 其实这个原理 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 你额头的这个抬头蚊 或者是 只要的这些凹陷 你最主要是没有胶原 尤其你这个凹陷下垂 用玻尿酸来吸水 那你说 我表情太多 就加一点肉肚感菌 那最主要就是 这种肉肚感菌 是在干扰神经 抑制神经用的 那这样的力量 有时候会有一个 暂时性的不自然气 但是他很受欢迎 他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 如果以玻尿酸来做的话 相对就没有修复起 然后直接美丽 然后填补在这种凹陷的地方 尤其太阳穴的地方 一填补 你的脸部会特别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天庭有两种 额头加太阳穴 合起来叫天庭 天庭饱满很重要 如果天庭凹陷 太阳穴凹陷的话 就夫妻福德公 你很吃亏 那大部分就女性 你很吃亏 因为你没有胶原 你的这个玻尿酸 你的脂肪流失 所以你这上面就是夹夹了 比较狭隘 那比较狭隘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好欺负 比较太弱势 那我们如果在太阳穴的地方填补 就上宽下载就飞入你的元气 眉毛提眉 提眼皮 提脸颊 所以这个地方是免开刀的很瘦翻眼 花十分钟来解决十分困扰的事情 就是凹陷下垂 然后就用玻尿酸来吸水 那当然是用固定器 还有一个安全中心 不要打到血管 不要打到血管 是所以眼睛周围真的是 开光点亮的一个关键 所以就那什么样的人会需要用 发式拉皮有开刀的技术 那什么样的人 可以选免开刀的方法呢 这当然是一个 时间上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一个是求一个方便 因为时间跟你方便性的话 就是有的人是不想要休息 那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开刀的时候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那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时候 就画式要隐藏在法剂里面 就基本上 这个的情形接受度 是比以前的所谓的 M部的开刀来讲是 轻松很多 然后呢 如果迫不对的时候 采用两种 就画式四十五度的拉皮 再加M部的拉皮 这两种都做 那是特别会下垂的人 然后呢 现在的话 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 会使用免开刀 大概花十五分钟解决 就是消抬头纹 减少棉间纹 减少棉间纹 减少棉间纹用肉毒感菌 消抬头纹的话 用玻尿酸或胶原蛋白 然后N尾的地方 封天庭的话 这个用玻尿酸会吸水 用这样的联合疗法 那时间十分钟 那原则上做完之后 一个小时不要开车 因为它这个含有这种微量的麻药 玻尿酸本身 美国的玻尿酸 它有含有微量的这个麻药 基本上会干扰我们的MP 所以一个小时内 我们就不要开车 至于另外有一种叫做 所谓的拉线 电波这个东西是很受欢迎的 那电波拉皮的效果 就是说50%被存疑 50%人可能 这种比较很客观的就是 50%人很喜欢 50%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效 所以我们应该说 用对方法 如果你能够下垂的部分 我们拉两条线或拉四条线 一个位置两条线 两个位置变四条线 那这样的话拉线拉体 向上提升挑战地心理力 这个是被接受 很受欢迎 如果电波拉皮的话 电波拉皮的话 也是很受欢迎 但是他是局部的紧实 但是50%人觉得他没有意义 因为你凹陷就是要填补 那院长请教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 是发现说原来眼皮不垂 或者是这个太阳穴 有比较丰满之后 其实年龄大概可能会差多少 如果能够把直接 在太阳穴的这个地方 跟天庭这样处理的话 一般都是标准就是十岁 感受性上可能会年轻十岁 年轻十岁 它的对比 那一般如果刚刚讲的拉线的话 大概在三岁 电波拉皮的话 大概在三岁 那你如果用填补的方式 十岁这是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抬头很减少 眉毛上来 眼尾上来 那经过两个小时以后的证实 是十岁是没有问题 但可能的就是 你用胶原蛋白 用玻璃酸的填补 它没办法维持五年十年 它维持的是 维持的是一年到一年半 是这个年轻十岁 听起来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咯 欢迎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刚刚杨院长有提到 有时候啊 我们纹路变少之后 其实年轻十岁不是梦 是这样吗 如果是用手术的 可能会更 时间会更久 就耐久性 年轻更多岁吗 因为你一般来讲 手术大部分都拿掉 15平方公分的面积 就等一个 我们的眼镜的这个范围 15平方公分 通常如果说 我们所谓的这种 脸颊松弛木纹的话 这两个区域一起治疗的话 他所拿掉的这个皮肤 是15平方公分 平均是15平方公分 他应该说是 妈妈变女儿中的姐姐 妈妈变女儿中的姐姐 最客观的评估 就是妈妈变女儿中的姐姐 大概只能年轻二十 就是妈妈变大姐 变大姐 就是人分的里面的大姐 那应该说 妈妈变女儿嘛 那你有几个女儿 其中的那个大姐 就最像是 因为妈妈做完之后 一定是比女儿 还是看起来比较大 但是可以让女儿感觉到 看起来像大姐的感觉 所以妈妈变女儿中的大姐的感觉 那院长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讨论 那个眼睛周围啊 其实也是我们人类视觉上 第一个很容易去注视的地方嘛 但是真的让我们年纪 更显老的部分 到底是眼睛周围比较多 还是有人是觉得说 那个其他的纹路比较重要呢 也应该说眼睛垂得厉害的时候 是让人家一种感觉啦 不好接触 不好接触 就是说三脚园 道钓园那种感觉 就有点可惜 那如果说在木耳纹的这个部位 他木耳纹一定有夹杂附送什么 杨婆婆纹嘛 这木耳纹一定有杨婆婆纹的 为什么 你皮肤薄的你会加速木耳纹跑出来嘛 所以你会嘴巴扁扁嘴 嘴角垂 然后看起来一条一条一条 木耳纹杨婆婆纹同时都会存在的 所以这看起来就很 很那一种很不像自己啦 这个很不像自己 我们讲的这个木耳纹 其实他会跟嘴角下垂是类似的吗 还是他已经是不一样的性质了 哦他同样的性质 只是 他是演唱版的 勾比较深吗 他是一个演唱版的 我们嘴巴扁扁嘴 代表你的胶眼开始流失 那嘴角开始垂 那垂的话刚开始垂 然后越垂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深深 没有当然没有说庭圆深深深 深极许 没有像法令纹那么厉害 但是他一直延长 也就是说从法令纹最深的地方 像木纹的方向平均是十公分 上六下四 上面是六公分 下面是四公分 四公分 那你这个锤 如果能够把他挡住 那这个关键性的技术 不是要把四公分填起来 你是要把嘴角上扬 只要嘴角上扬 你的四公分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两年 然后我做了五次的研究 那拿了我做了五次的研究 最后的结果是嘴角给他上扬 木纹就不见了 那我们都知道啊 因为其实在台湾这个医学美容 蛮发达的情况底下 都可以有很多选择嘛 不管是要免开刀的或开刀的 那关于这个木偶文 大部分的人会怎么选呢 那我一定要插播一个事情 你刚刚提到说台湾的医学美容发达 那我们的发达程度 我可以说我们在台湾来讲 比韩国还强 为什么会比韩国还强 同样大陆的民众到韩国去治疗 是他们的首选 在以前 大陆的民众到台湾的治疗 会觉得很亲切 这就是我们了解华人的体质 韩国人他们是大兵连 他们是对于切骨头 磨骨头是擅长的 那我们在台湾来讲 会切骨头磨骨头的医院医生很多 但是他不见得跟你切骨头磨骨头 我们是会找出一个是十分钟 让你十分美丽的方法 让你直接成功 不用切骨头磨骨头 不用去韩国语言不通受苦受难 然后被经纪人被导播导演 然后去跟你那个带动 然后等到你后来总的要命 韩国人他不理你啊 那这样的道理我们来看 新加坡人如果要到做医学民众 请问要到台湾还是要到韩国啊 因为我一直被新加坡人问这个问题啊 我的答案都很简单 你要找韩国去找 因为你不是大兵连 所以你要找台湾 所以这 新加坡人对台湾的这个治疗的品质 多数都是肯定的 因为你切骨头磨骨头去韩国 大概很适合 因为他的那个接近北方民族 全股比较大 那你如果他到台湾来 很多医生会他会做开刀的啊 或做微整形的啊 或者说像我我们就擅长的就是长效 长效注射啊 你给我十分钟我给你十分美丽 你是新加坡来的我给你二十分钟 你可能从美国来的新加坡来的 我们就给你二十分钟 那额外的再给你多看一眼 因为你只有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可能从北欧来的 你可能是从阿根廷来的 巴西来的 这个都很常见啊 因为只因为你想要做十分钟 年轻十岁 或十分钟改善你十年 所以说我们真正要治疗要在台湾 好那我们恢复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你真正说起来我们调整的范围是 一个多方向 短小轻薄为主 能够花最短的时间来做最有效的 或者说休息要短 这样的方法来做免开刀的来处理 那至于说 哎你羊婆婆纹啊木偶纹啊 这个治疗的话 通常你就微整形来做就可以了 百分之九十就已经完成了 是哎那像这样的这个木偶纹 或者是羊婆婆纹那种嘴巴周边的 这些皱褶啊 它应该就还是以甜补为主 是这样吗 甜补不要肉毒感菌 因为你你如果说羊婆婆 你肉毒感菌下去的话 你就会下垂 嘴巴会好像打不开 那个嘴唇会打不开 你觉得很不自然 那时间会经过两个礼拜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 不要用肉毒 是用玻尿酸 用水凝胶 用胶原蛋白来做都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反过来 如果你的木偶纹够深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症结啦 画式拉皮的最大挑战成功 被肯定了在哪边 就是你最难的处理 就在画式中的最强的治疗 叫做画式拉皮 处理木偶纹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讨论咯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周日快乐时光 我们继续请养 之前院长跟大家分享 让很多人困扰的木偶纹 甚至无法解决的木偶纹 到底该怎么办 我想木偶纹是多少人的心痛 那个有的人皮肤很薄的 年龄大概四十几岁就开始掉下来了 不要等到说年纪多大 你就木偶纹就会很明显 只因为你的脸颊比较松 皮肤比较软 皮肤比较薄的 你就会直线的压迫下去 那压迫下去的时候 你的外侧压迫到内侧 造成一条线 就叫木偶纹 那木偶纹是多少人的心痛是 你用了很多方法 结果答案是 无效或不满力 无效或不满力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走过 我的研究里面来 因为我医生 拿到医师执照已经四十年 满 满四十年 应该是不止了 满四十年 满四十一年的 然后呢 我开业 已经是满三十年的 满三十年的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最大的挑战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在处理木偶纹 那以前的话 你可能用很多方法 到最后的结果是 你木偶纹还是垂还是垂 有一个董事长 其实这个例子已经太多了 都跟我讲说 有一个老板 他就跟我讲说 奇怪呢 我没有生气 刚刚你也有提到嘛 有朋友里面 人很好 别人都觉得他很凶 那这个情形是很多老板 他没有生气 他没有不高兴 可是都被认为是 他还生气的样子 他还不舒服的样子 他好像有什么状况呢 答案都是在 木偶纹吗 是 所以院长刚刚提到啊 因为像有一些人 他如果是浅浅的 一开始想要去抑制他 其实微整形是办得到的 但是后来哪一类的人 他会发现 他可能需要加强版的处理呢 确实应该叫加强版的处理木偶纹 那就是用画式拉皮啦 那因为事实上你这个下垂 就不笑的时候 因为你笑 你说有的人一讲 二二木偶纹 他马上说 我可以用笑的 问题你笑不会超过三分钟 你嘴唇就 口伦杂肌就会很痠痛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真的一直垂下来的话 我们就设定就是 把他挑战处理掉木偶纹 那处理掉木偶纹 其实我找过非常多的方法 用了非常多的研究 然后我自己实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后我的实验的结果答案就是 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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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的说 有一天不是在AO风高的时候 是在假日的下午两点钟 然后我的拿着生理食言水 然后给他消毒 我就找出一个关键点说 哦 如果你在微整形的 要找出他的嘴角的哪一个点 找出来以后嘴角就一分钟 直接给他拉上来 看成果 就不会那么吹 所以是嘴角上扬可以首先 优先预防你的木偶纹变身 这个是预防监制了 因为有一些人在预防下去的时候 就非同小可啊 那他有两个位置 直接在木偶纹的位置嘴角 那第二个是在法令文的地方填补 那法令文填补以后就在上扬了 就上扬了 但是终究我们如果说你真的是无法补救的 无法补救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再活三十年五十年 那有的人说啊院长我活不到三十年五十年 那规定的不是由不得你啊 因为下一个五十年你还等你去活了 对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长寿嘛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木偶纹把它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找出关键点 找出关键点 然后就内部结构去调整 木偶纹 给他上扬 目前的成功率是原则上百分之九十以上啦 然后再发率应该是低于十年里面应该是低于 因为目前来讲他动用的只有在七年左右 所以他要到达所谓的十年以上的这种统计 还不知道 但目前看起来都一路顺风 为什么 你只要把内部结构改良 把嘴角上扬以后呢 这个可以长期植物的就是 不松死不下垂的比例就减少了 就确实是成功率高多了 然后呢 你相对的是 可以用微整形来处理 那短暂的用肉毒感菌 那法式拉丁会在什么时候动用呢 那法式的话就是没办法再拉上来 没办法再拉上来 我们就把它直接用手术的方式 所以其实是因为皮肤太重吗 皮肤太松 皮肤太松太软 然后你脸颊又脂肪又堆积 然后往下扯往下扯 那他的关键点就是说 我鼓励的是用局部麻醉 很多民众说我可不可以做全身麻醉 没有没有很少民众说要全身麻醉 大概百分一百位里面 顶多是差不多两位说要做全身麻醉 因为什么局部可以解决 干嘛用全身麻醉 所以局部麻醉 那你说局部麻醉会紧张 不会嘛 多吃一点饭就不会紧张了 或者说用细细的针 最细的针去处理局部麻醉 然后再加氧气 恢复就比较快 那院长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如果是用手术的方式去调整 我们的木耳纹 就是通常我们都想要一间二顾 这台语我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 那所以其实像院长说原本松软的脸颊 他脸型也可以一起变吗 可以 因为你把这种下垂的部分拉的话 就有一点就是把多出来的皮肤 刚刚讲15平方公分 平均是拿掉15平方公分 那然后我们把松拾拿掉以后 你会把角度往上扬 那角度往上拉的时候 你的脸部下垂部分往上拉 他就会向中间变小 所以脸原则上是变小不是变大 然后原则上嘴角给他上扬的时候 你的脸颊包括你的第四驱 第三驱 也就是说你木耳纹法令纹的地方 最好都能够一并处理会效果更明确 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上的一个趋势 而台湾做的比任何国家更好 你要长效的我们可以耐五年十年 那我们用安全装置固定器 那你要开到的那当然效果更是明确 当然有人是一间而故 外部画式拉皮 内部长效注射 是所以其实 院长帮大家分析了很多点 就是重点是让你的嘴角上扬 然后整个脸不要被拖垮了 自己青春美丽找回尊严吧 是那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 谢谢长虹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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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